大家好,我是郭明明,又见面了 上一期我们浏览了一遍各种结构的化学火箭引擎 从航天的角度来说 它们的用途是把载荷带出大气层送入轨道 之后地吸引力和空气阻力都不叫事 很小的力量也可以推动航天器 在这种情况下推力不是最重要的 反而更看重比冲 在这里,几十年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是如何用电进行空间推动 注意,电推进不是光用电 它仍然需要推进机 这些推进机以高压气态、液态或固态粉末的形式存于箱内 工作的时候,推进机注入引擎 在电的作用下得到加速 从喷嘴喷出产生推力 这里不需要靠燃料和氧化剂的燃烧 所以只需要携带一种推进机 而且优先选择不易燃的气体或金属 甚至惰性气体 化学火箭比冲不大 也就三四百秒 质量流量M.大 每秒可以几吨 使得推力大到上百万牛 工作时间几分钟 而电推进正好相反 比冲大 五万秒是小意思了 上万秒都有 M.极小 每秒几毫克甚至几微克 结果是推力不大 工作时间从几天到几年都有 如果是要达到很远的目标 电推进虽然加速度小 但经过长时间的持续加速 会比加速度大 但加速时间很短的化学火箭 更早到达目的地 电推进里面 可以根据推力来源 分为电热式 静电式 电磁式三大类 以及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混合式 目前电推进还处于百花齐放的阶段 每一类都有多种设计 这里分别讲几个 这三类中最像化学火箭的是电热式 靠的是电 加热推进剂产生推力 前面在航空引擎系列提到过的 Resistor Jet Arch Jet 和微波加热引擎 就是电热式 但这里不吸气 改成靠飞船自带的推进剂 Resistor Jet的加热方式 是像灯泡那样的电堵丝 60年代第一次进入空间测试 但大规模使用得到80年代的一星系统 它的笔冲接近500秒 最大问题在于电阻温度太高会烧毁 所以加热能力受到限制 Arch Jet正极是外围的一根管 负极是中心的一根针 推进剂从两者之间流过 通过一个高压直流电击穿本式绝缘体的推进剂 产生高压电弧来加热 没有材料的耐热限制 可以到达更高的温度 比冲接近600秒 微波电热的原理类似微波炉 能把电离成等离子的推进剂 加热到比化学反应还高的温度 比冲接近700秒 虽然同样是靠加热膨胀 但电热式推进不需要化学反应 推进剂的价格和风险都远低于化学火箭 接下去介绍的每种设计都会像微波电热式一样 都需要在一开始把推进剂电离成等离子体才能工作 也就是引擎的工制是等离子体了 不是气体 以后航天航空联动系列会有一期详解工制 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是物质的高能状态 比气体还高 概念上可以认为它是气体内含有一部分氧离子或电子 因此它可以导电 可以受到磁场的控制 等离子体其实很常见 闪电的电弧是 太阳表面是 霓虹灯的发光也是 好那么来看看实用化程度较高的静电是 也称离子引擎 Iron Drive 离子引擎先将推进剂电离成等离子 然后其中的洋离子 在计念厂内受到库伦力加速 之前航空引擎系列提到的飘升机 就是一种吸气式的离子引擎 它的笔充远大于化学火箭 可以达到几千甚至几万秒 然而推力极小 大多在豪牛级别 也就吹得动一张纸 这些特点让离子引擎广泛应用于轨道调整和升空探索中 这里调两种典型的设计来介绍 第一种照着网格是离子推进器 推进器从上游注入放电式 其中有些原子被电子枪发射的电子打成洋离子 推进器的下游 有两个靠得非常近的金属网格 一个带正电一个带负电 中间电视差很高 当运动到此处的洋离子穿过第一个网格的时候 受到网格之间的静电厂推动 加速喷出 在外部还需要有个朝后方喷电子的机构 称为中和器 用来中和喷出的洋离子 90年代NASA升空一号的NSTAR就是这种 比充3000秒左右 推力92毫牛 可以连续工作666天 2006年 ESA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DS4G 通过四个网格串联的方式 两极加速 推力可以到2.5牛 比充在2万秒左右 它们都是用很容易电离的仙气作为推进器 在这个设计里 推力几乎只来自最后的网格 前面的空腔需要占很大的体积 另外还需要小心分布电视 使得等离子体的电视大于第一个网格 第二个网格的电视大于中和器 否则会出现粒子反向运动的问题 第二种叫霍尔效应推进器 HAT 美国和苏联在五六十年代都独立发明过 美国发论文更早 苏联则实用化更早 它背后的原理是霍尔效应 也就是电流通过磁场中的导体时 带电粒子会受到路人资历 而向侧方向偏移 HAT本身是个内环和外环的结构 环上都有电磁体 下游也是个中和器 喷出电子 一部分电子进入推进器内部 一部分仍在外部 内环和外环之间的磁场 让电子在霍尔效应的作用下 绕着推进器中轴环形旋转 这时候推进器从上游注入 被高速环绕的电子打成氧离子 进而被推进器外部的电子吸引 加速喷出 HAT不需要一个巨大的空腔作为放电视 整体紧凑得多 也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电视差的分布 目前HAT已经基本淘汰了网格式 SpaceX的星链卫星 轨道机动就是用HAT 天空空间站也用它来保持轨道高度 NASA正在研制中的X3 把三个HAT通过层层镶嵌的方式进行叠加 可以在保持几千秒比充的情况下 产生5.4牛的推力 第三大类是电磁式 靠的是洛恩资利产生推力 也称等离子引擎 Plasma Drive 电磁式的推进系统 目前基本都还在研发中 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是脉冲等离子推进 PPT 很多PPT的实线用的是固体的推进剂 最常用的是特弗龙 对 就是不粘锅表面图的那层 它的基本结构是两个平行的电极板 分别是正极和负极 上游有一个火花塞 工作的时候 火花塞产生高压电弧 把推进剂电离成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导通了电极板的两极 产生一个瞬间电流 这个突然变大的电流会产生一个磁场 等离子体在这个磁场和电极板之间的电场作用下 被路伦自立推向下游 没错 这就是轨道炮的原理 只是不用金属弹丸作为投售物 而用等离子体 整个推进器处于脉冲工作的状态 等离子是一下一下被喷出的 这也是名字里脉冲的由来 这种推进器的比冲将近2000秒 推力在0.1牛级别 第二种设计叫做磁等离子动力推进器 MPDT 前面航空引擎系列讲到它的吸气版本 这里的原理一样 唯一区别是把吸气改成自带推进剂 这么一来就不限于空气了 有用雅气的 有用鲜气的 有用氮气的 还有用鲤粉末的 这个设计的大部分实现也是脉冲的工作方式 原理也是PPT那样的轨道炮方式 也是那样的三个步骤 但是改成类似ArkJet的形状 负极本身就是个放电的尖端 能产生电弧 比PPT好的是 在MPDT里 洛伦兹力不是纯的向后 而是略微偏向中轴 这样等离子会在加速的过程中 向中轴压缩以提高压强 进一步提高比冲 另一个改进是在喷嘴外围 加一个电磁铁 产生一个巨大的磁场 这时候等离子在外加电场和磁场的双重作用下 受到的力使其还能绕着中轴旋转 延长加速的距离 这样的结构就像轨道炮外面套一个线圈炮 用等离子作为投射物 MPDT的笔充可以到一万秒以上 不亚于静电式 超过其他方法 推力可以到百牛级别 也远比前面介绍的几种要大好几个数量级 也因为这些特点 此等离子动力成为一些科幻作品里重要的推进系统 比如Star Trek的Impulse Drive MPDT在实现上有很多细节和优化方法 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以后有机会单独做一些视频讨论 我已经把我的设计以开源硬件的形式翻到GitHub上 链接在视频描述里 注意 虽然这两种电磁式推进也用到了静电厂 但电厂方向和推力方向垂直 论人资历材和推力方向相同 这是和静电式的显著区别 同时 这两种电磁式推进 都依赖于直流电电离推进剂来产生等离子 流过电极的电流非常大 使得尖端形状的电极在短时间内 就因为高温和电子侵蚀而面目全非 耐用性很低 而且它们只能产生带一种电性的等离子体 浪费掉另一种电性的离子 进一步的发展是无电极的电磁推动方式 它们靠的是高频交流电来电离 需要的电流低得多 还能在不接触推进剂的情况下 进行隔空电离 这就没有了电极耐用性的问题 而且这么产生的等离子体是中性的 氧离子和电子一样多 两者都可以被加速喷出 其中一种叫做无电极洛伦自立推进器 ELFT 它用一个螺旋形的天线 通入射频交流电 把注入的推进剂电离成等离子 然后用一个非均匀的静态磁场和一个非均匀的旋转电磁场产生路人自立 把等离子往后排 ELFT目前仍在研究阶段 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三大类各有各的优缺点 那么能不能把它们结合起来 以获得更优秀的推进方式呢 当然可以 下面就来看几种混合式设计 第一种称为螺旋双层推进器 HDLT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明了这种方法 目前仍在原型阶段 推进器从上游注入 经过射频交流电的螺旋形天线 电离成等离子 这一步来自于ELFT 天线外面是两个线圈 分别把等离子约束住 形成管内高密度的等离子区域 和发散开的低密度等离子区域 这时候相当于把等离子分成两层 这两层之间存在很大的电视差 使得之后路过的离子 在库伦力的作用下加速 这一步来自于网格式离子推进器 只是这里的电视差 是通过等离子的密度差实现的 而不是金属网格 这个设计原理上仍是禁电式 但融合了一点电磁是很有点 比起其他的离子引擎 它不需要拷压电源 也不需要综合器 有人甚至用玻璃的可乐瓶 实现过一个小功率的HDRT 在真空室可以清楚地看到等离子的流动 按照目前的推算 装备有HDLT的飞船 可以在三个月内到达火星 相比之下 化学火箭至少要七个月 第二种就是完全的极大常者了 可变比重此等离子火箭 BECIMA 它由NASA的前宇航员 Franklin Chen Dias提出 第一步 推进剂从上游注入 第二步 射频交流电的螺旋形天线把推进剂电离成等离子 这一步也是来自于ELFT 第三步 超导电磁铁引导等离子体旋转起来向后运动 进而压缩到高密度状态 这一步来自于MPDT 第四步 第二个天线 通过微波把等离子加热到100万卡尔文 这一步来自于微波电热 最后 高温的等离子从磁盆嘴喷出产生推力 等离子全程受到磁场的约束 与引擎内壁没有直接接触 即便加热到极高的温度也可以承受 这个技术来自于可控核聚变的等离子磁场约束 注意 其中的第三步到第五步 正是压缩、加热、排气 也就是航空引擎系列里仿佛提到的步骤 这里的工制是等离子体 所以不用旋转叶片或者几何形状压缩 不用化学燃料加热 不靠几何形状来约束喷流 而用磁场来压缩 用微波共振来加热 用磁场来约束喷流 BECIMA的原理上是电磁式的 但同时利用了多种电推进系统的优点 通过调整各个部分的强度 可以控制排气速度和MDOT的大小 结果BECIMA的比充可以在1000-3万秒之间调整 推力可以在40-1200牛之间调整 目前10千瓦、50千瓦、100千瓦、200千瓦的原型已经经过实验验证 实用化的版本正在测试中 BECIMA比HDLT还快 39天就能到达火星 这几种电推进系统都需要外部输入电能 电源功率越大 比充合推力就越大 尤其是BECIMA每一个步骤都要耗费大量的电能 所以有人认为BECIMA是个骗局 因为所需电能是飞船的太阳能电池板无法提供的 需要一个核反应堆才行 但是如果飞船真的带了一个核反应堆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推进方式呢 以及能否利用核反应堆的巨大能量取代化学火箭 用于飞出大气层呢 下期我们将解答这些问题 欢迎继续收看 再见 再见